我们看下面的一篇。 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被很多人视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之一。 一人一票,人人都能参与竞选,更是追求平等、自由的青年人向往的理想目标。 然而,研读群书制药可以发现,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民主制度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弊端。 学习群书制药可以帮助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立和完善一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妙算不经,而穷兵已清零。 这句话出自群书制药,卷武时报仆子,意思是说,朝廷对国家大事的谋划不当, 却捷进兵力去清半灵国,这就好像割掉荷苗以消灭蝗虫,砍掉树木以消灭蛀虫,吞下毒药以杀死跳蚤狮子。 拆除防射以驱逐麻雀和老鼠一样。 一个国家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或转嫁国内的危机。 看到这句话,我们就立刻联想到当代的美国。 美国由于采取了高福利、高待遇、高保障的政策,造成了财政透支,直接导致了高消费、高浪费的快速发展模式。 而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泛滥的地步。 为了保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靠借债维持。 2011年,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触及到国会所允许的上限。 为什么屡次敲响警钟,而国债问题却屡屡解决不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 因为如果一个政党候选人选择的施政方针影响到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不投他的票了。 为了争取选民,获得选票,任何政党都不愿意采取增加税收,降低福利的措施。 而这种措施才是解决国债危机的出路。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被许多人认为是至今历史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 但是,如果我们研读了全书制要之后,就发现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现代社会的民主选举,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端是难以避免的。 第一,以言取人。 民主制是通过什么来了解参选人,选举领导人? 主要是通过参选人的演讲。 这就会导致我们古人所说的以言取人的倾向。 在论语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经典论述。 譬如说,巧言令色先以人。 一个人,花言巧语。 伪装出和善的面目,善于逢名取悦别人。 这样的人就缺乏仁德之心。 又说,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谨慎,持缓。 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 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先有人德之心。 所以君子不以言取人。 不因为他说的很好听,就对他唯以重任。 因为虽然他能做出很多承诺,但是一旦被选举上来, 诺言却很难兑现。 所以,孔老夫子也说,有言者不必有德。 这个人,这个人言语很好听,但是他不一定有真正的德行。 所以,我们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制药中论上,也有一段关于言语和德行的论述,说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福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词, 即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 然而,好说不倦,叠叠如也。 能言善变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维系之处, 言辞也非常巧妙,很有修士。 是,伶牙历齿足以应对,急切地追问, 对人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之人幸福。 但是,他喜欢言谈, 不知疲倦,喋喋不休。 福,类足辩恶之士者寡, 而余暗不达之人者多。 熟知其非乎,然而在世间,那些可以按类归纳推理。 明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 而愚钝的,容易被蒙蔽的人是多数。 那谁知道他说的正不正确。 因为他的口才很好,甚至还有很高的学历, 讲出话来,头头是道。 普通世俗之人,就很容易听信他的话。 但是,他所说的,可能是由微大道的。 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 至见,而不见遗也。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却不被废除,遗弃的原因所在。 先王之法,西言破律,乱名改作,行辟而奸, 言尾而变者杀之,为其一众豁名而交乱至道也。 古圣先王的法律规定。 古圣先王的法律规定,巧说诡辩而曲解法令。 混乱理法,名分,使其失去原意,行为邪辟, 却捐持不改,言语虚伪,强词夺理的人,要处以死刑。 就像孔老夫子,他当了大司寇,没有几天,就把行辟而奸, 言尾而变的邵正卯诛杀了。 因为正是邵正卯的口才,非常好。 致使孔老夫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听讲。 这些弟子跟着孔老夫子学习很长时间了。 但是邵正卯一发表议论,他们都被吸引疑惑,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符合道的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邵正卯的口才好,能言善辩,把不符合自然规律和人性的歪理邪说,讲得头头是道。 。 即使孔子的弟子也都被迷惑了,更何况是没有听闻大道的百姓呢?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把他处决掉。 为什么? 因为他会使民众对大道产生怀疑,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使伦理道德的标准动摇。 这样就会造成社会人心的混乱。 所以,古人绝不以言取人。 在《汉书》中记载,时任廷尉的张士芝和汉文帝一起出行到虎眷,饲养虎的地方。 汉文帝向上林园的主管,询问秦寿布上的事项。 结果,他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卫吞吞吐吐,一个都回答不上来。 而在旁边有一个官职很低的瑟夫,就代替上林卫来回答这些问题。 皇上所问这些问题,他是有问必答,而且滔滔不绝,看得出他对秦寿布很熟悉。 而且口才也很好。 文帝听了之后,忘记了孔老夫子,君子不以言举人的教诲。 于是就说,当官吏的,难道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因此,他就准备下诏,拜这个瑟夫为上林令。 上林令是管理上林院最高的长官,比上林卫的职位还要高。 张世之看了之后,立即上前劝谏。 他问文帝,您觉得将侯周伯是什么样的人? 周伯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工程。 将侯是他的封号。 文帝说,他当然是长者了。 长者就是年高得少的人。 张世之又问,东阳侯张向儒是怎样的人呢? 张向儒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侯的。 他在西汉的143位工程中,列居118位。 文帝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 张世之就说,将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 但是,他们两人在朝廷上书严世的时候,竟然说不出话来。 哪像这个瑟夫喋喋不休。 秦国任用了只会五文弄墨的刀笔之力。 这些人行事急迫严苛,却没有侧影之心。 秦始皇由此积垒了深重的祸患。 到秦二世时,天下就土崩瓦解了。 现在陛下,因为这个瑟夫能言善变,就越急提拔他。 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炫耀口才,而不求实德。 广且,下级顺从上级的速度,就像响之应声,引之随行一样的迅速。 因此,皇帝的一个政策,一个举动,都不能够不谨慎小心。 文帝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提拔瑟夫的打算。 所以,古人评判一个人才,不会仅仅从言语就下定论。 在《群书制药父子》上也说,上浩德则下修行,上浩言则下事变。 如果君王喜欢的是德行,那么属下都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性。 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词,下边的人都会争相地培养自己的口才。 修行则仁义心焉,事变则大为起焉。 如果人人都重视修养,重视道德和品性,天下的人意之风就兴起来了。 人人都去学能言善辩,虚伪的风气就会兴起,这是必然的征兆。 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 言者一转,而易悦者也。 但是,真实德行的成就是很难的。 即使成就了,也很难被发现。 而言语却很容易出口,也容易取悦于人。 先王之言之意,而悦之者众,故不上言。 古圣先王都知道口才、文词容易练就,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 所以,并不崇尚言谈。 不遵贤上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乐取人, 则天下之弃德事便,以邀其上者不嫌矣。 如果不遵从贤德之人,也就是通过尊师重道,举荐荷包奖赏善人, 教导百姓向善,却只以言词说得好,能够取悦于人的标准,来选用人才。 结果,天下背弃道德,只追求言词修持,能言善辩, 并以此来向君主邀功勤赏的人,就不会少了。 德难为,而言义事也。 德行很难修养,很难成就,但是言语却很容易修辞。 例如,一个人克服一个过饿,比如说,嫉妒心强,容易傲慢,动怒,都得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但是我们只要学一学演讲术,很容易就可以上台去演讲。 所以,古人看到了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言语好听,就对他唯以重任。 但是,西方的民主选举,确实主要是根据一个人的演说,来选举一个人。 第二,结党营私。 民主选举就是服从多数人的意愿,一人一票的结果,是很难避免结党营私。 而且,选举出来的人,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德财兼备之人。 在论语上,孔老夫子说,纵物之必察焉,纵耗之必察焉。 如果大家都厌恨他,你也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他被人厌恨,不能够轻易相信众人的意思。 也有人被众人所推崇,同样也不要轻易地相信。 要考察一下,他为什么被人赞叹。 子贡曾经向孔老夫子提过这样一个问题。 乡人皆好之,何如? 全乡的人都赞叹他好,这个人怎么样? 能不能判断他就是一个善人呢? 孔老夫子说,未可也,还不一定。 孔老夫子接着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悟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 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史记中记载,齐威王刚即位的时候,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 于是,齐威王就把吉莫的大夫,地方官招来了。 齐威王对他说,自从你到吉莫去了以后,毁报你的言语,我每天都能够听到。 但是,我派人去视察吉莫,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 人民都封一足食,官府也没有积压的攻势,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 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 于是,他封了一万户的十亿给吉莫大夫。 接着,他又把阿弟的大夫招来了。 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 但是,我派人到阿弟去视察。 田野没有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 赵国攻打真地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 为国取得薛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这是因为,你善于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生育。 所以,当天,他就烹杀了阿弟的大夫。 而且,把自己身边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也一起给烹杀了。 对此,齐国上下都感到很震惊。 人人都不敢闻过是非。 而是做事务实,尽自己的本分,最终齐国也得到了治理。 诸侯听到这件事,再也不敢轻易地侵犯齐国了。 六套中讲得更好。 军以世俗之所欲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悔者为不消。 则多党者尽,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舟而必贤。 忠臣,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欲取爵位。 试以示乱欲盛,故其国不免于威王。 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是不孝之徒。 结果,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担任了领导。 而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党余少的人,就会被罢退。 结果,这些邪躯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给蒙蔽了,埋没了。 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世间的乱象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威王。 所以,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往往可能把那些喜欢结党营私的人,选举出来。 特别是候选人,为了提高自己在全国的知名度,让更多的选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须依赖于大财团进行宣传。 所以,一旦当选之后,也必须回报他们,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所以,基本上是被大的财团所掌控。 而财团的性质基本是唯利是图。 所以,在民主制度之下,结党营私是一个很重要的弊端。 这也是导致西方国家的政策虽然出现了病态,但是却不能够改变的原因。 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想要达到治理,都要以民众的道德认知水平作为基础,尤其是民主制。 所以,普遍提高国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 第三,遗漏人才。 由于民主制度鼓励的是竞选,演说,这种选举方式往往会把最上等的人才给遗漏掉。 在燕子中记载,齐警公向燕子问求贤之道,燕子把人才分为三个等级。 他说,湖上难尽而易退也,其次易尽而易退也,其下易尽而难退也。 最上等的人才,很难请出来做官,即使做了官,也很容易退位而去。 次易等的人才,容易出来做官,但是也很容易罢官而去。 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出来做官的,但是也最难离开官位的。 因为真正有德行的人,与人无争,于事无求。 没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奸济天下。 是进是退,完全是看十节因缘,缘分。 有条件时机成熟,就出来用自己的所学,自己的德行,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 条件不成熟,就退而独善其身,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德。 所以,古人说,人道无求,品自高。 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是要三顾茅庐才能请出来。 他看刘备的心,确实真诚恭敬。 他才愿意帮助他,才肯出来做官。 出来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是想帮助国君治理天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太平幸福的生活。 我们现在提倡竞选,像西方国家一样,讲竞争上岗。 那就不能排除竞争应聘者急功近利,是为利益而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竞选竞争上岗, 往往选不出像诸葛亮,延回这样最上等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是不愿意出来竞争的。 愿意出来竞争的,大体都是有一些私心的。 古人知道谦卑是人重要的德行, 所以反而会选拔那些与人无争的人。 居为,这样的人才有功心。 第四,引发对立。 民主选举采取竞选的方式,结果带动的是竞争的风气。 因为喜欢竞争,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 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与我诈勾心斗角,处心积虑地去谋算别人。 在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赞毁他。 称探自己抨击别人,而斗争向上提升就是战争。 战争再向上提升就是世界末日。 中国人常讲,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里只有和睦相处,礼让为先,才能够兴旺发达。 一个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大家不是互相欣赏,互相扶持,而是互相竞争拆台,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和谐呢? 怎么能够治理良好呢? 上行下效,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就怎么效仿。 整个社会都是竞争对立的风气,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和谐、礼让的氛围,也就很难治理好了。 可见,正是因为美国采取了错误的治国理念,为了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不得不借债过日子。 所以,美国人一出生就背着债,这叫妙算不经。 有的专家学者为了解决这个国债危机问题,就提出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尿算不经,而穷兵已清零。 那么,这种方式能否解决问题呢? 在《沿铁论》中说,地广而不得者国危,兵强而灵敌者身亡。 土地广阔,但不实行德政的人,国家就有危险。 以仗兵力强大,来欺凌别的国家的人,自己也会灭亡。 正如习总书记曾引用的《群书制药》中的一句话所说的, 国虽大,好战必亡。 但是,很多西方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西方国家近百年来所奉行的都是霸权文化,提倡竞争。 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对西方的霸道文化和东方的王道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 他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这样讲道, 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 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 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几年是什么文化呢? 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 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 这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 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行霸道。 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 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 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是要人畏微。 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是行王道。 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但是很多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 正如淮南紫上所说的精卫强者胜,则夺地计重,富者利,则良素称金。 如此,则千秤之君,无不罢王,万胜之国,无破王者一。 国之王也,大不足是,道之行也,小不可轻。 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王在吃道,而不在于小也。 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强大,就可以制胜。 于是,便占量本国的地域,计算本国的人口。 认为,只要富有,国事就顺利,所以热衷于统计,粮食储备,称粮经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千辆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 有万辆马车的大国,更是永远不会灭亡。 一个国家将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 如果道义畅行,国虽小,也不能轻视。 由此看来,国家得以存在,是因为有道,而不在于其大。 国家所以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其小。 所以,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 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主张功力强权。 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功力来感化人, 而讲功力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也指出,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也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 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 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力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 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光明。 当前,世界危机四伏,唐恩比博士等有时之士,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要拯救今天的灾难,唯有从中华文化中寻找答案。 见唐恩比未来属于中国,这一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放弃霸道文化,施行王道的文化。 而群书制药就是一个以王道治国的纲理。 现在的美国,还有东西方国家,都应该好好学一学群书制药中的政治智慧。 总之,妙算不惊,必至内忧,穷兵清零,必招外患,内忧外患,岂有不亡之理。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帮助现代人明辨是非,预判未来。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铸就了中华民族上和平,崇王道的政治品格。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理应有天下新王,匹夫有责的担当和勇气。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我们要客观,谨慎地评价,尚未经过充分检验的理论。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只有站稳脚跟,坚定自信,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 学生乃初学晚辈,账重凡夫,报告之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不吝赐教,不胜感恩。 不孝学生,留于力,顶礼尽成。 刘教授的这份报告,很值得现在一般人。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男女老少,都可以看看。 让我们好好地来想一想。 前年我在澳洲,洛克文的姐姐来看我。 那时候,洛克文是澳洲总理,他在位的时间不久,他就下来了。 他解决告诉我一张事情。 现在西方人对于民主制度开始质疑了。 就是怀疑了。 洛克文,这民主选举是不是最好的制度。 洛克文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他,怀疑是正确的。 你们必须终于醒过来了。 这个民主制度是最糟糕的制度,是最不得已的。 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早年,我跟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纽约的时候。 因为他们说的,他们的制度好。 逼迫着全世界人都要需要他们。 我说这个问题严重。 我说美国只有200年历史。 美国的土著,剩下不多了。 所有的美国的居民都是从全世界四面八方移民来的。 美根。 媒体。 就好像做生意都是摆个小摊子。 小摊反。 那么这样,用你们现在的民主选举, 选一个人作风的代表。 听我们说话。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像中国。 中国像个老爹。 他有五千年的沉船。 一代一代的子孙船下来。 做经营的不错。 你怎么可以叫他们兄弟姐妹分家去摆摊子呢? 哪有这种道理呢? 不是,中国这个过程跟美国是不一样。 中国有中国的做法。 美国有美国的做法。 美国东西不适合中国。 中国东西也不适合美国。 我说, 这样你了解了就对了。 你两面都没有错。 但是你们要累积经验。 累积历史。 将来慢慢的也能做释迦。 就不会摆摇摊子了。 现在你们是摆摇摊子。 刘教授, 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很清楚。 分析得很明白。 确实要让一些特别是从政的, 尤其是举领导地位人多看看。 要多在这上思考。 会长智慧。 知道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如何进退。 一定要知道活目。 所以我们提倡这么多年来。 提倡什么? 平等对待活目相处。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足互足。 共同经营整个世界的绅士。 安定和谐人民暗路。 很有启发心。 这一篇。